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本週二的深夜 亞洲冠軍聯賽準決賽首回合將拉開大幕 由艾艾恩主場迎戰希拉爾 艾艾恩近況未如理想 今次面對強勢羅集的希拉爾 艾艾恩主場落敗的可能性很高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艾艾恩在今屆亞冠聯中發揮不足 6場分組賽取勝5場以小組手名出線 但是仔細觀察不難發現 進入淘汰賽以來,艾艾恩贏得比較艱難 尤其是半準決賽更是通過12碼大戰才驚險過關 可見他們在面對其他國家更強的對手時不佔據優勢 而且更令球迷擔憂的是 現在艾艾恩在國內聯賽中的表現都不定不理想 上將主場與中游隊伍艾查哲拉交手 艾艾恩的射門次數、控球率等都只能與對手五五開 雖然K高、亞迪奧和M帕拉Coc的入球 幫助球隊以2比1領先 但最終團被艾查哲拉絕往 今場過後,艾艾恩已經連續四將各項賽事未成勝職 後防線更是崑牆失兩球 球隊表現難以令人信難 另外,在2019年的亞冠聯分組賽中 艾艾恩和希拉爾同組 當時球隊組後者主客場相殺 最終排名小組戰底出局 這盡在同來勢洶洶的希拉爾過招 艾艾恩唯有打定消數 儘管對內最大牌尼馬達斯或加文 未有多久就因傷長優 以及對內頭號射手 阿力山大米道域早前都因傷缺陣 但這還未阻止希拉爾的連勝部分 上將貧值沙林埃多沙利和馬爾金奧利華拉等人的見功 球隊以4比1擊敗伊蒂哈德奪德沙超杯冠軍 值得一提的是 這場勝利是希拉爾的連續第34場勝利 繼續拆身足壇最長的連勝記錄 在34連勝期間 希拉爾打入100顆入球緊叼15球 攻防兩方面的表現無可挑剔 雖然希拉爾陣中有沙智米蓮、高域、沙域、 盧賓、尼維斯和卡列道、高利巴尼等大牌球星 但他們踢的是團隊足球 基本上每場比賽都是全場壓制壓迫性的進攻和防守 團隊配合打得十分流暢 彷彿令人看到當年那支六冠王巴塞的影子 尚像同意蒂哈德的比賽 希拉爾控球率達57% 可以說是做到了全場壓制 今次走訪禁放並非出色的艾亞恩 希拉爾制奪35連勝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